都2024年下半年了 不会还有人在用 sd 1.5的模型吧 就是 sd xl 经过一年的发展 他的整个生态链其实已经非常的完整了 就是我们如果说目前要用 aa 来干活 sd xl 应该是最好的一个版本 应该是一个最优解 虽然说还有比 sd xl 更好的这个底模 但是他的生态链还没有建立起来 那么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是给大家去讲一下 sd xl 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链的一个介绍 他今天这个呢 主要是一个理论课 涉及到非常多的这些资源 那么后面呢 我会做一些详细的案例 给大家去详细的讲一下这些资源是怎么用的 那么这节课呢 主要是一个资源的一个汇总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是大模型啊 在 sd xl 这个版本里面 如果说我们是要拿来做设计的话 我第一个首推的是老王的这个 sd xl 这个大模型的一个这个基础版本 那这个呢是可以在这个立上面 他也是公开的有一个开源的一个介绍 那么这个模型呢 要稍微的给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他需要单独去下载 配合他们自己的一个这个叫魔界插件 那么如果说你不去做这个插件的安装的话 是没有办法去使用的啊 这个是要特别给大家去说明一下 他跟我们常规的模型稍微有点不一样 他做了一个加密 但是啊在这个加密平台上 这个模型是可以免费去使用的 这个应该是在设计行业里面 相对来说最好的一个底膜啊 如果说你要去嗯 用那种没有加密的模型的话 也有一些其他的模型可以去选择 我在自己实际的这个啊 使用过程当中啊也有一些其他的模型 那老王这个模型呢 就是他除了这个免费的这个入门版啊 他其实还有一些收费的这个版本 在这个插件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 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学员的话 也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会有一个更优惠的这个通道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完全开源的这种 就是你跟正常的这个嗯 模型一样的这种使用方式的话 你可以去选择比如像这个比鲁斯大模型 还有了就是这个原技能的这个 加拿大实验室做的这个模型啊 这两个模型 他是不管webuiconfer都可以用啊 另外要说明一下就是这个嗯 老王的这个模型啊 他只能在webui和forge里面去使用啊 就forge也是webui的分支 这个我们后面会拿去详细的讲一下 因为forge最近正好在更新 confer里面是没有办法去用的 这个tip要特别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说我们要在confer里面 去使用一个稍微好一点这个底模的话 我觉得就是像后面这两个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好 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写实类的模型 他不是专门针对我们设计师行业 去做的这个模型 那比如说像这个savitai这个网站 对吧我去啊 挑选了几个哈 我自己平时比较常用的 比如说像这个主宰的这个 然后呢 June Shepard的这个 还有就是这个realistic这个对吧 嗯写实系的大模型 如果搭配一些相应的lora的话 它的效果也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 接下来给大家去说一下就是lora 我觉得sdxl这一代版本里面 嗯就是稍微欠缺点就是这个lora 就是lora的话 其实整个生态的话就是如果不说设计行业的话 其实也还是挺丰富的 比如说啊有一个叫ntc这个lora 这个是一个专门做滑块lora的 在huggingface上面发布了几百个模型 他这个滑块就是比如说你的这个 嗯这个lora你的权重开的啊 比如说正直比如开的正三 他这个可能就这个图出来 就会比较有这种电影感的这种打光 然后呢如果说我开到这种负三 那可能就是比较平的这种对吧 然后比如说像他这种什么增加细节的 这个如果说大家在sdm5里面 去了解过类似这些lora 他就是什么增加细节的 我把这个lora权重开到更高 它的这个嗯细节会更丰富 如果说我希望它这个画面是那种点评风格的 或者说它的这个细节没有那么丰富 我把这个lora的权重开到负质 这个是一个滑坏lora这个呢嗯比较多啊 这个其实整个生态其实啊是有的 但是呢在我们的设计行业里面来说啊 就是我觉得sdxl的生态 其实还不如我们啊sd1.5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那种开源那种生态 就是很多作者啊 当然这个也有很多原因啊 因为sdxl的这个模型训练成本比较高吧 很多作者他们训练的模型之后嗯选择不开源的啊 就是啊目前来说开源的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模型 在libliblib.ai包括savit.ai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那我发现有两个作者啊 他们开源的非常多的这个优秀的模型 一个是这个叫尖角的 他主要是做这个景观类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外星的面包啊 他主要是做史类的啊 然后建筑的其实开源的 完全开源的lora的作者还比较少 就是当这个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训练啊 但是其实在嗯sdxl的这个版本下面呢 就是还有一种比较好的替代方法的 就是因为sdxl的laura确实它训练成本比较高 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其实最近这段时间 一直都在研究这些相关的新技术 也没有特别多的精力去训练la 因为laura训练就是你光是打标 然后去整理这些训练集这些要花很多时间 然后实际上我们也找到了一些替代的方法 就是他虽然说我们目前能够找到开源的laura 它的数量上不及sd1.5 但是我们如果说借助比较好的底膜 因为sdxl的它的底膜本身 它的能力比sd1.5要强些 我们在sd1.5的时候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去借助那么多的laura 是因为sd1.5的本身底膜它的质量比较差 我们通过laura可以去弥补一些局部的场景 比如说我定向有个什么需求对吧 我就加一个laura然后去解决这个场景需求 但是在sdxl里面它的底膜本身更优秀 它可以去解决的场景 它底膜可以去解决的场景本身就更多了 如果说我们在有一些局部的场景里面 我们希望它去做一些事情 我们也没有对应laura的话 我们可以去用ip adapter 不管你是在config也好还是在web也好 因为我们这些课讲的是一个通用的一些 理论上的一些东西 就是这个我是觉得是web UI里面的图 当然在config里面 其实ip adapter它的玩法还更花的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给大家去介绍的话 就大家如果说对config里面ip adapter比较感兴趣的话 就是它的玩法更多 它的设置选项会更多一些 它有更精准的风格迁移 但反正我们可以去实现 就是你直接加一张图 它有点类似于像什么 就是一张图作为一个laura 它就去学习 这一张图里面的所有的风格 包括构图色彩 然后去把它迁移到你想的 你的线稿上面去 它其实总体上来说 我觉得它直接出来这个图的质感 还是比1.5要高一些 即使我不去加laura 它的效果都会比1.5 就是你加的laura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我觉得这个是sdxl本身底膜 它非常优秀带来的这些进步 就是你在实际的生产力的工作当中 你去体验一下你就知道 它整个体验下 它的触图质量是会比我们的sd1.5 质量会更高一些的 接下来一个东西就是叫embedding embedding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不是特别的重要 但是我自己个人是比较习惯去用embedding的 不管是我在web UI 还是config里面好 就是embedding的话 我主要就是去sdai上面去给大家去搜索了一些 就是那我自己平时比较多的 比如像用的这个 还有呢就是这个吧 就是embedding 它其实就是一些负面关键词的集合 你这可以在sdai这个网站上面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他们用了这个embedding和不用embedding 它有一些对比的图 我觉得embedding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 省事的方法 就是那sdxl的embedding和sd1.5的embedding 它应该是不通用的 embedding sdxl 它是有专门的这个版本的 这个我也会给它去上传上去 就是我自己常用的那几个版本的 那么第四个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control net 它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去精准去控制我们的图像 这里面的control net 我们设计师常用的 我给大家去总结一下 就是一类是线稿的控制 那么线稿的控制 实际上我们跟sd1.5里面稍微的有点区别 线稿的控制的话 我比较推荐的去用的这个预处理器 一个是kani 就是比如说我们s 在su里面有个截图 我把这个截图了 我通过kani去做这个处理 那么kani处理完之后了 那我们的cn的control net的模型 这个地方我们推荐大家用的是sincere scribble 就是这个模型 它虽然说叫scribble 但是它其实跟kani搭配起来用 会更好用一些 就是它的效果非常的优秀 我在实际的使用的时候 我是把scribble这个名字给它改了一下 这地方我给大家去说一下 就是你改成这个 你改了什么名字 它会比较方便去识别 比如说我把我们的webui打开 好在这个里面呢 我打开webui 其实在confine里面其实没有这个问题的 在webui里面它其实它有个机制 就是比如说我在 你用kani这个硬边缘的预处理器 那我在这方选了之后 它这个下面 它会自动的给你去加载一些 预处理器和这个模型 那么我们在选择这个类型的 比如说我这个我要用kani这个预处理器 把它点下这个爆炸 它就会给我去用kani预处理一下 那么后面这个模型 它就会自动的去加载这个名字里面 对它有kani的 你看这里面 其实有好几个对应的kani的模型 那么sincere的 它本身这个名字叫scribble 就是它在官网上面 他们自己发布这个模型叫scribble 就是这个模型sincere scribble 但是我把scribble后面给它加了一个后缀 叫sincere scribble kani 在这个里面 就是我的scribble 你看scribble kani 就是那么它这个名字里面带有kani 它就在kani这里面会自动的去出来 当然你还有带有scribble的话 我们在scribble这边 它也会去加载这个模型 你看这样子就非常的方便 就是好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就是线稿处理 那么这个手推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用kani的预处理器加sincere 这个scribble 当然你可以把scribble后面就加一个kani 这样子 你就直接在这个预处理和CM模型 这就可以直接配套去使用 如果说你用的是confer的话 其实就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confer它其实每次让你从所有的这个里面去选择 当confer它也有好处 confer它可以直接做成一个工作流动板 你下次拖进来就直接用了 就是比如说你的sdxl的线稿的工作流动板 你直接拖进来用就行了 那么这个是线稿 我推荐大家这样去使用 然后这个图我也是用这个去跑的 就是用第一个kani加scribble的跑的 然后第二个是深度 深度的话我推荐他就直接用depth anything v2 这个是目前来说最好的深度的预处理器 模型的话深度模型有好多个 这个我实际测试下来之后 其实我分不清楚到底哪个更好 就是我觉得肉眼其实有点难分辨 就是到底哪个更好 哪个更好 但目前来说就是大家主流用的比较多的 可能用sensor的什么depth 应该会用的多一些 然后大家对sensor在sdxl 整个生态链里面的贡献 大家都还是觉得比较认可的 就是可能有些人也出于习惯 或者出于什么 就是大家比较多的推荐 大家再用sensor的depth 然后第三个是叫羽翼分割 羽翼分割的话在我们的工作里面 还是有一些用处的 就比如说你只有一个线稿 你这个线稿有时候其实他不知道 这地方到底是个树 还是一个建筑还是一个人什么的 那么这个时候借助羽翼分割 其实可以很好地帮我们去做这个事情 就羽翼分割的话 它的预处理器跟我们在sd1.5里面 还是一样的 是用的是我们的ad20k这个预处理器 然后cn的模型 它有专门的一个sdxl的 鱼分割的 ad20k的controllnet 然后结合起来去使用 我觉得效果也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sdxl里面 出来了一个新的控制类型 它不需要预处理器 那么这里面最有名的应该是 这个叫sensor的叫幽灵 然后它还后面带一个后缀promax 这个版本就是非常强 幽灵据说它的号称 就是它其实在我们前面讲的 所有的这些cn模型 就是讲cn模型的地方 它都可以用幽灵去控制 实际上我自己测试下来了 幽灵它其实就是什么都能做 但是它其实什么都做不到 它在跟别的领域里面去比做到最好吧 就比如说dips也好 线稿也好 然后鱼翼分割也好 它都不算是 比如说我推荐的这个模型那么好吧 就是在cn模型下面你们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用幽灵直接去控制 但是幽灵它有一个东西特别好 就是我们在做洗涂的时候 我们比如说我把这个图 我是用inscape去做的一个渲染 然后我把这个图 我要去把它变成一个把它的氛围感提升一下 对吧 我觉得这个图它的质感不是特别好 那么我们在做洗涂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既需要去做鱼翼分割 又需要去做深度控制 又要做一种线稿的控制 其实我们要加很多种控制 现在其实你用幽灵一步就可以把它替代掉了 预处理器你直接选择无就行了 然后cn模型你就告诉他就用这个东西 然后你在提示室里面就告诉他 比如说我把这个图变成一个夜景 然后又死了有了灯光 然后它这个氛围是这种蓝掉时刻什么的 它就非常的零 这个反正很神奇 而且它控制的很准 它的画面的结构基本上不会去发生 非常大的这种变动什么的 我们如果说你用过传统的一些洗头的工作流程 比如说你就又去加线稿 又去加dabs 又去加什么鱼翼分割 它多多少少会变形 它会让你的画面里面很多东西变掉了 但是这个叫优恋这个模型 它其实它综合了 它综合去训练了很多东西 就是它把画面的结构 它的整个本体保持的非常的准 我觉得这个是它非常大的一个优点 其实跟在优恋出来之前 还有一个叫cnndtest这个模型 它的本质跟其实差不多的 它也可以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我去测试了 它的效果也挺好的 这两个了 我也会把这些模型一起分享给大家 那么如果说你们想自己去网上去查找 这些相对应的这些技术论文 我最近也拿去整理了一个新的 这个知识库的这个文档 在这个在线的知识库 包括我平时常用的一些在线工具 包括我的一些 这个开源的一些模型的网站 他们的一些技术的论文 包括他们在网上公开在发表的一些信息 把我全部给大家去整理出来了 大家如果说想自己去下载 可以自己去下载 那如果说是我们的学员的话 我也会直接给你们上传一个整理好的 这个百度网盘 你们到时候直接从百度网盘里面去下载就行了 这个会放在我们的整个课程第一节课 因为我们说了很多模型是长期更新的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去补充一些实操的案例 就是我们这种sdxl到底怎么去 在实际的案例里面去用 它的效果肯定是比sd1.5要更好一些的 这节课主要是做一些理论上的一些分享 然后这节课先给大家去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拜拜